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推荐车友们选择电动车 但是单单就省钱之方面讲 电动车和燃油车相比并没有省钱 刚刚算了一笔账 电动车的花费甚至要比燃油车还高 下面就带你细算用车费用 看电动车是不是真的比燃油车省钱 都说电动车省钱 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 下面就来简单的算个账 买一辆普通的纯电动车要花12万左右 而同级别的燃油轿车只要8万元 买车一开始电动车就贵了不少 当然了更贵的地方还在后面 电动车的充电成本100公里大概是52块左右 而现在普遍的内燃700公里的花费最低为56元 两者差距并不是很大 但是电动车充电的时候 电价根据充电桩的不同也不一样 并且充电的时候还是有车位的费用等等 这样算下来二者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 甚至电动车要更花钱一些 电动车的技术毕竟没有燃油车的技术成熟 电动车的电芯等配件寿命也比较短 因此电动车的养护要比燃油车更费心思更花钱 电池问题一直是电动车的一个大问题 目前电动车在电池方面系统做的并不是很好 各种问题也都有出现 相对于技术成熟的燃油发动机来讲 电动机的故障率要更高一些 并且出了问题大多也都是消费者自己承担 售后保障做的也不是很到位 汽车养护和维修的费用在整个计划当中 虽然没有明确的事实 但是概率已经告诉我们 电动车的养护比燃油车更费劲 平均花钱也更多 所以说电动车不省钱也是有原因的 经过这个用车购车维修费用的盘点 你还觉得电动车比燃油车更省钱吗 不过这也是暂时的 是随着技术的进步 相信电动车领域的技术会越来越成熟 到时候它的选择面更广 费用也会降下来了